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出来 师哥 你尝尝 怎么样 忙碌吃 大夫 麻烦问一下 那个张伟晨大夫您熟吗 张医生 我认识啊 你早还有什么事吗 这儿有他一间快递 好长时间没来取了 我想给他送上去 他今天上班吗 他今天在 要不你把他给我吧 我给他烧过去 不用 不用 挺大 挺沉的 还是我送上去吧 好 那你先忙 哎呀 好 再见 张医生 我是咱们医院新来的门卫 这是您的快递 谁给我寄的啊 您打开看看吧 师哥 你好 你好 你有没有手快渴死了 我也喝完了 那你给我整一杯呗 上班时间别闹 快点我带大家回去 你好 没见过您 您是新来的吧 我是新来的 那您归姓 我姓 你们忙吧 以后有快递 我会随时给你拿过来的 你怎么都不拆来看 大嫂 这看起来很像是 你咱们特产呀 还有个牛肉呢 我给你尝尝 你不出来师哥 你尝尝 怎么样 我帮我吃 怎么了怎么了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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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事干活累了 我今天啊 看见咱女婿了 她来这么多天了 你想 咱得知道咱姑娘到的嫁的是个什么人嘛 人倒是挺重重的 就是 我也见到你说的那个 那个女的了 那女大夫吧 对 你也觉得她不对劲是不是 她也吃了一盘牛肉 她也吃了一盘牛肉 然后呢 她又给韦晨啊 喂了一条 就是她喂的那个劲儿吧 我 我也说不上来 大白意思啊 就是说 哎呦 韦晨这牛肉真好 你也吃一盘了 吃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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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一盘 吃一盘 行了 行了 哎呦 天呐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说怎么的 那天她在张伟晨那儿 穿着张伟晨的衣服 像一个当家主妇娘娘似的 用眼神 像钩子一样 把我从脑瓜 到脚后根勾了一遍 说话一个字都不落地下 你说张伟晨跟家有这么一个 是好事吗 不行 我必须得跟多美说清楚 等等 等等 你先别着急 万一人家没这事呢 你给姑娘一说 她一计较 你说日子还怎么过呀 这结婚不是奔着离婚去的 你别管了 我说的会有分寸的 卖保险又不是为去世去 那是你说什么呢你这是 必须得让她知道 师哥 给 喝杯热水 热水啊 我刚从国外回来的大夫呢 给我放个冰吧 对身体好 像我妈一样 还好下个月都是白板 每天晚上盯手术盯这么久 身体真的有些受不了 我倒是和你不一样 我觉得晚上我的注意力比较集中 这家里有个美贤妻等着 谁还乐意跟这儿耗着呀 师兄 你这样我可怀疑你有情况了 你小小年纪怎么老是胡说八道 胡思乱想 师哥 记得还挺逗的 她从上午开始就一直盯着你 刚来上班 新鲜 你看她干一个月之后 还会盯着我吗 你这说得也太有意思吧 你说得跟谈恋爱似的 就 就这还有新鲜感 你这一天 后面姐怎么不进来就走了 照理人一个一个 就跟大爷似的 东西往这儿一放 也不签字 我送给谁啊 这也不是存无处 以后放东西不签字 不许放 是